大家好,又是GameplayHK 動物森友會不半球,9月終於有新魚釣釣 首先講講一些重新出現的魚 我相信早期大家第一桶金都有機會釣這條魚而致富 就是這條沉魚 在9月再次出現,價值一萬元一條 釣牠的地點就是出海口,即是河流和大海連接的位置 但是9月釣牠有點阻礙,因為有其他新魚在這裡會出現 首先是這一條 鮭魚 鮭魚即是三文魚,成年就會在海洋生活 但是會回到自己出生地河流產卵 在這隻遊戲不半球只是9月份會出現 三文魚又不屬於什麼貴價魚,在遊戲中 只是值700元 第二種在這裡釣到的新魚 然後是一個蟹魚 帝王龜也是三文魚一種 帝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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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龜 其實牠是回來產卵,釣走牠真可憐 只要只有9月份出現 帝王龜貴一點,1800元,但是比沉魚一萬元便宜很多 然後在河裡面有一個新的物種 是一隻蟹 中華勇傲蟹 之前大家出海潛水都會捉到蟹 現在在河村都會釣到,9月至11月 時間下午4點至第二天9點 是一隻蟹魚一萬元便宜很多 這隻是比帝王龜貴的,值2000元 在河裡還有一條新魚 我釣了很久才釣到牠 就是這條白斑狗魚 記住要大魚影 出現月份就9月至12月全天都可以釣到 牠就可以賣到1800元 北半球9月有4條新魚之外 接著再說3條是重新出現的 如果大家之前錯過了金樽,現在可以再釣 牠價值15000元 重新出現時間就9月至11月 下午4點至第二天9點要在懸崖上釣 另外花高紅點龜也會重新出現 另外櫻花歐敏龜也會再來 這個月釣到那隻新蟹就放在這裡 還有三文魚放在一起 其實大家之前出海竹的蟹就放在這邊 因為鹹鹹水關係就不能放在一起 很簡單釣到所有新魚,希望大家快點搞定 喜歡我們的遊戲資訊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觀看 很簡單視聴可以參與 我們可以拍照 1營